小白天 你不是说办公室脸级要低调 办法不太想 快下来 啊 你们俩怎么在这呢 你在干嘛呢 喜欢干嘛 我也跑过你这个书楼 我说你们俩要不能干点正事 嗯 正事已经办完了 肖肖从你们家搬走了 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你们俩一块出双入队的 一块上班一块下班 这恋爱没谈多长时间就黄了 没有 是没有谈还是没有黄 前哲 不会吧 我在茶水间的时候都看见了 我不是有意为观 我是路过 真没想到你小子是这种人 只占便宜不负责 我像吗 我看看 我看看像不像 像 怎么样 我不是不负责 我只是没想好怎么表白 你亲都亲了 还想怎么表白 她在公众号都说了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一场有仪式感的表白非常重要 代表对方 对于这段感情非常重视 肖贝贝有情建议 男同胞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拥抱 或者一个亲吻就算在一起了 女生是需要仪式感的 仪式感代表着你对开启一段恋情的重视 说得也有道理 那你要好好想想啊 有什么建议啊 建议嘛 我倒是没有 不过机会 我倒是可以给你创造的 言诺不是刚刚巡回牵手回来吗 对啊 他上周还帮潇潇搬家了 上一次找潇潇吃饭他也没来 这一回呢 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叫上 不叫别人了 就我们四个 说是 庆祝言诺 沉睡花园大麦 你这是在为我创造条件吗 沉沉 我怎么越听越不像呢 老实说 看破不说破 你这人定他了 谁说 那你送人杯子干啥 你难道不知道男女时间 一杯子就等于一杯子吗 我帮你 我这没弄好 老板 我这就不烧了 你不要胡闹 艺术业 老板 这杯左药 是个老公子 你真是坏了 要给我的杯子一杯子 是不是想先给我一杯子 实说